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瓶啦 我們今天就來講我們的陰陽師擺文牌喔 那最近的話哲平的天梯已經就是順利的打到了我們的就是六段二階啦 那每天的話基本上也沒有打得非常多 因為其實還有蠻多遊戲要去玩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我們商店街這邊的一些妖怪啊 把他給打掉 因為我們上次有跟大家介紹我們商店街的妖怪嘛對不對 你只要打贏他的話就可以就是取得一些特殊的一些御札獎勵喔 我覺得還算不錯 所以我都會用這邊來去打那個天梯對戰 然後來衝一下我們天梯分數這樣感覺囉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什麼東西呢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的SSR卡有點少啊 就是其實這遊戲的話基本上要取得我們SSR卡的話 不只就是可以從我們這個百聞館裡面用卡包去取得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是可以取得喔 那個方法就是 打我們的主線劇情故事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密文之間的這個地方喔 那大家如果不熟悉我們這密文之間的話 今天我們就來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密文之間的東西 那密文之間的話一開始的第一張的話通常都是會打開的 那打完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就是你沒有辦法就是開啟第二張或是第三張 那在我們這邊的那個案內所的裡面的話就會出現一個特殊任務啦 也就是我們這個特殊任務這邊 那我們這邊特殊委託這邊的話 基本上裡面就是會需要一些物品跟素材嘛 下面都會顯示需要的物品 那像我們這個的話我們這個拜訪狸貓九卑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啦 那這些物品要去哪裡取得呢 基本上在我們的那個雜貨屋這邊就可以購買囉 那有些東西的話都會在這邊可以購買 那每天的那個六點十二點跟晚上的六點跟晚上的那個十二點的時候都會刷新這個貨架 那你就可以就是趁這個階段趕快去把一些你需要的一些商品給他買起來 才可以開啟我們更多的那個就是密文之間的那個主線劇情的故事喔 那有些的話像我們那個 欸我們這個譜面啦 像暗內所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泥貓拜訪酒會裡面這個裡面有這個殘局圖譜喔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他需要就是更多的一些其他東西比如說元氣的這個什麼護符啊 或是我們的一些就是酒瓶 反正就是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就是物品 然後買起來才可以換我們這個殘局圖譜喔 所以大家看到一些物品的話我覺得都可以去把它買起來 這樣的話基本上你就可以開啟更多的我們這個主線劇情了 那主線劇情有什麼好處呢 主線劇情只要打完的話 你就可以取得我們隨機的一張SSR卡啦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看故事之餘呢 你又可以去就是拿到一張就是SSR卡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其實陰陽師百聞牌這款遊戲 他不單單只有就是天梯模式啊 或是我們的那個一些鬥技的模式 其實他的故事我覺得都還算是很不錯 而且大家會發現就是我覺得這遊戲的那個音樂啊 都非常好聽喔 像我們一開始在畫面這邊的這個 開場音樂我就自己就還滿喜歡的 然後還有我們四神錄這邊的音樂的話 我自己個人也是滿喜歡的喔 就是 就很好聽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比比陰陽師的音樂還要好聽很多喔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還滿喜歡就是 百聞牌這款遊戲的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跟大家一起探索一下 我們的密文之間啦 因為目前來說 哲平是已經打到我們第三章的暴力少女的憂鬱喔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他都有一些小章節 那裡面的話都會有一些故事 那我覺得都寫的還不錯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看故事劇情的話 都可以來看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哲平是打到了我們的第三之六了吧 那這個關卡的話我也還沒有打過 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囉 好 那基本上前面會有一個故事劇情啦 不過哲平有先看過了 那我是還沒有打過裡面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是什麼樣的關卡 好 那最近的話我都一直在玩這個刀傷火狼啦 所以我們就一樣用刀傷火狼來打一下喔 那這關的話看到有兩隻四神再加上大天狗 我覺得這關大概應該是我們的BOSS關卡 那通常我們的BOSS關卡的話就是 他們對面的能力稍微會比較強力一點點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看一下要怎麼去打敗他們 因為其實我們的BOSS戰跟一般玩家拿到的就是大天狗卡牌啊 或是我們對面鳳凰火跟我們那個就是三重卡牌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去看一下就是 對面的那個就是BOSS大概是怎樣套招 然後你再去跟他對打這樣子喔 那我們的故事劇情模式的話 我們四神也是有一些小能力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的爵會使用一個毒心術 那毒心術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會給我們一張毒心術的牌 那我們只要用了之後呢 他就可以讓他對面的角色可能沒辦法出我們的攻擊牌啊 或是法術牌之類的 所以你要去理解就是對面的三重跟我們的鳳凰火 哪一隻的那個就是 法術牌或是攻擊牌可能會比較多 你就可以用這張牌來去斷掉他的攻擊之類的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對面的大天狗這一次的話也是有這個免疫傷害的有沒有 所以不會有那個 不會被降攻之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四神復活使永久強化加一加一 所以你把他打死之後呢 那他會復活然後他會永久加一加一攻擊力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說 拿摩底好打喔 這邊的話可能要小心那麽一點點了 OK 那我們盡量的話就還是以就是攻牌手為一個組吧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就先打他臉 然後待會的話我覺得他待會應該還是會用什麽攻擊牌吧 所以我們可以先用毒心術 然後來毒一波 這邊有沒有看到有毒心戰鬥跟毒心法術跟毒心形態 就是讓他下一回了沒辦法變形態 或是讓他下一回沒辦法使用戰鬥牌的 我覺得他待會可能很有可能會 呃 我覺得二階段的話再用那個變身好了 我們現在先用一下就是 戰鬥牌好了 因為我覺得三童也許會開個戰鬥牌喔 這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先施放這個 戰鬥牌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 翔瑞來燒一下他喔 其實這關我也沒有打過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一次就打了贏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情況 全部全部燒掉好了 哈哈 好 先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讓他沒辦法出攻擊牌了 所以他就沒辦法用攻擊牌來打我們 但是如果他有用鳳凰火的法術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喔 欸 沒有用 他沒有用那個攻擊牌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用 山頭去跟他 尬一下嗎 還是用 妖刀機 我覺得目前山頭我們有一張牌嘛 所以我們這邊用妖刀機去砍好了 好 那我們的毒心術的話是三回合會出一張喔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已經沒有了 那這邊比較麻煩就是他復活之後 他會加一加一 所以我覺得這場的話應該也是要打一個就是比較 快攻的感覺的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 來了 哇 來了來了來了 法術燒燒 喔 欸 欸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他怎麼會使用法術就加一加一 他不是四神復活嗎 哇哩哩 哇哇哇 這個尷尬了 這個我該怎麼辦 欸 這沒有很好打欸 我的天啊 欸 這我該怎麼辦 我要死去了嗎 他居然加一加一了 哇哩喔 我這邊先過一回合好了 他好像使用法術就會加一加一是不是 對欸 使用法術牌時所有幾方四神或者加一加一 而且是所有幾方四神欸 哇 你的天啊 我的天 這 這誇張了吧 真的是有點誇張喔 我們先把他轟爆好不好 先轟爆先轟爆 然後 我們這邊毒星先開起來 我覺得這邊的話應該要用毒星去讓他沒辦法放法術應該會比較 因為他放法術就會加一加一好不好 然後他這邊的話是復活就會加一加一 所以我們先讓他的那個 心態牌 我覺得他待會一定會變身了 我們要賭他 他會變身 所以我們就先把他用出來 喔 欸 這 這關卡也沒有很好打欸 但是我覺得這個boss戰的話真的都還蠻有趣的 你只要打贏的話就有機會可以取得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欸 取得我們的那個就是SSR卡喔 他沒辦法變身了 有沒有 欸 他居然先用這個衝擊錘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而且他基本上他會貫通啊 所以哇 真的是不太好打欸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麼難打啊 好 這次我們再打打看的 然後這一次的話我們帶上不同的組合 我們用的是 九吞筒子啦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是 毒星術是非常重要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就是把那個毒星術留那個扣法術 因為這款的話我覺得那個 欸 鳳凰火有點太噁心了好不好 那 我們這場放上了就是比較厲害的坦克那個螢幕蓮 因為螢幕蓮基本上他的那個就是 坦度還蠻夠的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就是先讓 螢幕蓮登場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塞 反正我們的毒星術 要放在那個 鳳凰火身上 因為鳳凰火這局的話他只要施放法術 他就會加一加一 我覺得真的是太誇張了 哇你不要鬧啊 達達 你不要鬧啊 哇塞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先毒星術一下喔 我覺得他再讓他一直開法術開上去 我們真的會完蛋 我們這邊先那個法術一下 然後 開起來 那法術這個牌的話基本上是不用擔心耶 因為他就是 你不用擔心就是他會消耗你的能量喔 這個是不會消耗能量的 然後我們復活一下 喔 只能看一下螢幕蓮扛不扛的住了好不好 正成這樣子的 然後讓他沒辦法放法術 反正就是他好像要放法術牌的話 他就會自己扣自己那個鳳凰火的血量 有沒有 直接扣他血 所以他這樣沒有辦法有沒有 他這樣就會直接死掉 所以正常的話基本上我們要用那個 法術 就是用毒星術去弄他們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會稍微比較 應該 比較能打一點點吧 我覺得有點恐怖啊這個 而且我們應該要搶快一點點了 沒關係我們先慢慢來喔 我們現在留個劍切 他待會那個 山童上來我們就打他 反正目前來說我覺得應該就是要 制止住那個鳳凰火的法術 然後盡量用一些快攻牌來去跟他們打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劍切 刷爆你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會在他 給他一滴的那個喔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應該可以在 變身一下 因為變身卡這邊變下去他會在炸他 炸他沒有問題 有沒有 炸他 然後我們在 再往前走 好沒有問題 現在這局的話我們的優勢就比較大一點點了 而且我覺得這邊如果我們把就是 九吞換成石木的話應該更好 因為石木這邊的話就可以一直疊攻擊力喔 所以這邊的話九吞稍微有點就是 雞肋的感覺 不過沒有關係又有毒青術了 毒青術這邊該怎麼辦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怎麼使用對不對 待會的話我們就一樣就是 用毒青術來去弄他 那現在的話我們先 欸 我想一下喔 我們先變身那個 櫻木蓮好了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用法術毒青術一下 他待會一定會狂開法術啦 你知道嗎 就賭他開法術就對了 有沒有 直接賭他開法術 然後我們這邊三八上去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再 再抽兩張牌有沒有 抽兩張牌 然後刷過去 然後再開一個 風符 有種你來撞我啊 我賭你沒有法術牌啦 你在施法術啊 來啊 我看你敢不敢施法術 反正他施法術他就會被扣兩滴血 所以這關的話大概打法就是 要用毒青有沒有 那再用啊 嗯 再用啊 嗯 再用啊啊 補個 看補誰 好 補妖刀雞 那 那我也是沒有辦法 妖刀雞先去死吧 這沒有辦法了 然後待會的話我們會有那個就是 那個 螢幕臉的那個 佳佳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一直疊那個妖刀雞的這個 就是 他只要殺 殺四神的話他就可以那個 做點事情 那這關的話還是要打快攻 因為 你不打快攻的話基本上他 只要四神復活啊 他就會 越來越強你知道嗎 就會很麻煩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大概是可以先 先洗掉他 先打過去吧 還是打不贏 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先用這個 有沒有 你加起來他會再加 然後六 因為我們加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這樣把他給打死 就沒有問題了 但稍微有點小浪費啦 應該要把這個留給那個 下一波攻擊才可以喔 反正這樣先把他打死啊 然後看一下我們能不能趕快 搶一波攻勢 然後 鳳凰火快復活的時候我們就是 毒星有沒有 然後用法術把他弄爛就對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一樣一樣這關我覺得就是就是法術 法術就是控制好就對了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絕對要控制好法術的 然後我們這邊先 四八張打過去一樣用螢幕連 躺住傷害 反正他死掉的話他可以那個 哇 58了58了 這關卡是什麼一回事 哎還想用法術啊 我就知道你會用法術還敢來 好沒有問題那這邊的話呢 加加加加加 加加之後還可以復活牌有沒有 那我們就先這個 打下去 好可惜哦我們這邊用那個了 又錯失了擊殺機會哦 沒關係來來來 我們再看一下啊 我現在是在等那個啦 等我們那個腰刀萬華啦 因為這樣才可以連擊嘛 連擊下去的話會比較痛一點點好不好 來啊來啊 哇這個好像很痛耶 造成3D傷害 oh my god 沒有關係我們這邊棄絕了對不對 啊好像有點關係耶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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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別 哇靠 哎各位GG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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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哦哦哦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我剛剛決定就是我們帶了第三回合要把我們那個毒星放給那個三桶 然後我們這次的話帶上那個石木桶子應該會比較好疊一下我們攻擊力 太誇張了我真的覺得太誇張 怎麼會這樣子 我原本想說我們可以贏的結果直接被一個打爛好不好 那一開始我們一樣就先用那個 用那個我們的那個螢幕蓮去躺啊 就是他的坦度會比較高所以先用他應該會很不錯 然後一開始前面的話我們就是先讓我們就是毒星柱都用在那個 鳳凰火身上應該會頂不錯的哦 好打我們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先來個那個 螢幕蓮上去 然後彈一下 然後一開始的話我們一定就是 先不要讓那個 先不要讓鳳凰火太爽啊 我覺得他待會可能要放法術了先不要讓他太爽 因為他太爽的話我們就會很很難打 因為他只要放法術他就會加一加一上去 然後結果他居然沒有放鳳凰火出來 哇我們直接被吃了一張法術牌 太87了吧 直接被吃了一張法術牌啊 沒關係我看一下這邊該怎麼辦 這邊的話呢 蜘蛛先疊攻擊吧 完了哎 那我們現在可能會被 會被鳳凰火殺爆哎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回合過牌手的話就是 被鳳凰火堵到了他沒有出來啊 雞巴朗 你剛好不出來 莫名其妙哎 哎呦出來了 不要放法術 好沒沒法術牌是不是太好了再見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就是 繼續用我們的那個 用我們的那個 石墓強弓哦先拿他的牌 好這是遠程的沒有問題 遠程的先留著 我們就這樣繼續打上去就好了 用強弓打他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臉一直打臉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對面的那個 天狗的那個 就是也是蠻高的啦 這也沒有沒有辦法好不好 這我們沒有辦法 下一下哦 這邊我們就繼續讓他疊然後 這邊上去 消暑形態 弩排 再拿形態 然後我們這個留給鳳凰火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這麼快會 拿到那個攻擊牌 他的三同一開也都很 都很都很呵呵啦我覺得 應該吧 我是說應該哦 不要鬧哦 死目標暈眩這個好像也還好 然後炸他3滴可以 然後多打一下 然後間切打上去然後 再上去應該沒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我想一下哦 這邊的話 嘿 嘿嘿 好 這邊我們就先 間切上去 間切上去然後 補弓 因為補弓這邊的話 妖刀機的攻擊牌會變成瞬發 瞬發然後再打7D 然後鳳凰火待會應該要出來 耍神經了 所以這邊法術一下 什麼 這樣應該就穩了 然後他上來 待會我們遠程打下去 然後再幹嘛之類的 應該就穩穩的了 你看 哎還想做事情啦 哦不給你做 10滴有沒有看到10滴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該怎麼辦哦 這邊我們贏了啦 贏了贏了贏了 太好了 所以其實 啊 不不不不不不 在幹嘛啊 啊算了沒關係也差不多啦 只是玩一回合啦 8C欸 這是8C欸 在幹嘛 打死之後 然後那個 石木童子兩發下去 結束啊 沒有問題 在8C什麼啦 所以這關的話我覺得就是 隊伍的話可以帶上一些能夠疊功的 因為 他們到後面的話會很蠻噁心的 然後那個 那個覺得那個毒心牌 盡量扣給那個 不知火會比較好 然後鳳凰火會比較好 因為鳳凰火這邊的話他會那個 他會發神經啦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帶上磁木的話可以疊牌 然後 就是疊更高的攻擊力的話直接打他 就可以了 毒心控制他法術 他就沒辦法對我們造成傷害 就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啦 那打贏之後的話應該就可以獲得SSR卡喔 沒問題 喔水水水水水水水 這張牌好不好 是絕的那個超猛牌 欸這張很強好不好 這張不錯 nice 然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拿SSR卡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來打一下我們的故事模式啦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這遊戲的音樂跟主線故事 劇情都很不錯 所以大家都是打天敵打累的時候喔 或是打一邊 一般的那個對戰打累的時候 都可以來玩一下我們這個模式喔 那劇情的話就讓大家自己去看了 我覺得他後面的劇情的話都寫得還不錯囉 好 那我們第三張也是完成啦 那你們現在就打到第幾張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覺得哲平今天的 啊運氣不錯 衝到我們絕的SSR卡的話 你覺得很開心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每一張時間中的蛇點個晚上 我點個晚上七月晚上點個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啦 要先不先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